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經過上個星期 我們在倫敦 真正試過39度高溫 高溫之後 其實當然是熱了兩天 之後 很快地回落氣溫 現在倫敦的天氣 我們的錄音時間外面是16度 很冷 要穿件外套的 要不然就會冷 其實這幾天 倫敦天氣都很涼 都是20度左右 天氣都是20度左右 天氣沒有太陽就可能 感覺會冷一點 但是在大陸就不同了 最近大陸很熱很熱 香港也是一樣 昨天 香港的朋友報告給我們聽 說 已經到了35、6度 熱得很厲害 這個華南地區 例如 杭州 合肥 南昌 長沙 福建省 廣東 廣西等等 全部都是 接近40度高溫 最高溫度超過40度 像是杭州一樣 那麼高溫度超過 這麼高溫度超過 這麼高溫度超過 這個都很辛苦 這樣的人真的就是對手 其實此刻 實在持續有了一段時間 上星期 在我們 歐洲 熱浪 侵襲的時候 我們看到 華北地方 當時的鄭州 也超過40度 まず這個星期是有點降溫 但是 中央氣象台的預告 在南方大部分地區 新疆沿天山北部和南疆盤地 內蒙古 西部 仍然有35度以上的高溫 其中江南大部分 華南 中東部 南疆盤地 吐魯凡地區有37度 浙江中部 江西中部 南疆盤地 吐魯凡等地方 最高 去到40度以上 有關部門就按照 職責落實 防暑降溫保障措施 盡量避免在高溫時段進行烏厚活動 高溫條件下的 作業人員應該縮短連續工作時間 對於腦弱病幼的人群 提供 防暑降溫指導 並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 有關部門和單位應該注意 防範因為用電量過高以及電線變壓器等電力負荷 而過大引發的火災 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 天氣一熱就很容易著火 上個星期倫敦 接近40度的時候 也有很多地方是火燭的 排屋一燒就燒燭了 其實火警也很重要 因為天氣很熱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天氣問題 因為我們有所比較 香港 華南地區 加上 歐洲的熱浪 我們作出一個比較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很多網友都關心我們的戶口 現在 IT的同時也是在轉的 因為始終Google不是說 轉得到的 我們現在主要是 由一個 香港本地的SN 轉到英國 綁回當地的SN 因為你要用 當地戶口收這些廣告費 現在還在處理 我們 其實 逐出最壞的打算 可能是上個月的廣告費 不見了也未定 我們看回網上的說法 可能你在轉的過程 可能會失去廣告費 如果真的這樣 也沒辦法 現在我們能夠有效運作家 只回Patreon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 支持我們 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說回 這個 廣州 廣州出現了一個 很奇特的情況 因為廣州的氣溫十分之高 而廣東也發佈了144個高溫預警的 警告 他說地表溫度 最高達到超過70度 即是熱死人 廣東省持續連日 考驗 7月25日發佈了144個高溫預警訊號 地表最高溫度超過攝氏70度 有市民實測 汽車裡面的溫度 高達82.5度 夢有炭 人要被他熱到溶了 因為車 是受著外面的曬 因為是金屬 一曬下去 如果裡面沒有 冷氣真的有 八十幾度 真是燒得熟一個人 廣東啟動了144個高溫預警訊號 其中有31個 高溫紅色預警 主要是廣州佛山兩地 越東和越北都有 廣東的省匯廣州市 全域啓動高溫預警訊號 其中幾個區 包括月秀 海豬 麗灣 天河 黃埔 白雲 花刀區 都已經啓動了高溫的紅色預警 潘芽 藍沙 松化 增城區 啓動了高溫橙色預警 這是廣州今年首過 高溫的紅色預警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廣州很大的 花刀 增城 松化藍山 潘芽都已經搬入了 廣州市 其實以前是佛山 潘芽 松化 增城 其實是 別的地方來的 現在全部都拼在一個 大廣州市 廣東省氣象台預計 未來三天 高溫炎熱天氣持續 全省大範圍 是去到35至38度的高溫 越北的部分縣市 去到39度 甚至乎 再高一點 珠海 珠海其實也挺辛苦的 因為都一樣 香港 澳門 屬於這種海洋性氣流 海洋性氣流 就是潮濕 加炎熱 當潮濕加炎熱 其實最嚴重的是甚麼呢 就是那種偽局的天氣 你會覺得 風就算吹過來也是很偽的 好像風筒 一堆風筒吹著你 那種 辛苦 其實是比 給英國我們親身感受 其實是更辛苦的 香港35、6度 你全身飆寒 你全身不斷飆寒 不過就因為香港到處都有冷氣 很多時候 你可以去到某些地方降溫 英國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冷氣 室外基本上是熱得很重要的 家裏也沒有冷氣 不過 現在有一些風吹下 吹過來 不至於很熱 而且是乾爽的 乾爽的天氣相對來說就好一點 因為 其實香港 比較潮濕 另一個地方 上海也是一樣 上海也是很濕的 濕熱 其實是最辛苦的 因為那種藝局 你覺得 氣管好像被火灼熟 東南亞反而好一點 東南亞相對沒有香港那麼潮濕 當然是泰國也熱 新加坡也熱 但是他相對熱得來是乾爽一點 他也會下雨 但是又會乾一點 沒香港那麼潮濕 我們來到 英國 其實經歷了兩次 極端天氣 第一次來的時候 2020年 當時 因為倫敦太熱了 住的B&B也沒有冷氣 被迫住 當時上去蘇格蘭 蘇格蘭就冷了 十多度要開暖氣 好了 這次我們就沒辦法了 在倫敦 其實就熱了兩天 因為我們當時去了立陶縣 立陶縣是很涼的 20度左右 每天都是20度 也沒有什麼熱浪的 反而西歐比較熱浪 上個星期的時候 西歐比較熱浪 例如 葡萄牙 西班牙超過40度 法國 也是十分之天氣 意大利也很熱 所以以往我們在 香港的時候 看新聞 說歐洲 天氣一熱就熱死了 其實是真的會的 因為這邊習慣了涼 這邊的夏天只有20多度 所以 突然40度 又沒有冷氣 又沒有很少地方可以降溫 變成 人們就真的受不了 尤其是老人家 長期病患 最容易 熱死就是這些時間 反而 武漢肺炎 也死不了那麼多人 但是上個星期死的人比武漢肺炎更多 這也是一個極端天氣 太熱的地方 突然間冷 像泰國之前 一向也有30多度 突然間有10多度 泰國會冷死人的 人們要穿雨絨的 這就是習慣的 蜥蜴問題 這次我們看到南方的持續熱 其實也是受到 極端天氣影響 電力供應當然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 能源價格那麼貴 電力供應當然是很緊張 我們會看到 現在的內地 可以說是雪上加上 因為 南方極熱 但是 還有很多地方是水災 這個才是極端天氣 不單是水災 還會看到 河南 甚至乎蘇州 有大風 風吹到 好像是 末日的風 這些極端天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末日 跟中共的末日有關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